今天是冰島之旅第八天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行程是要去看一個地獵 是由歐亞板塊跟美洲板塊張烈所形成的 現在我們正在地獵的糕點 然後往下看 背後是一大片的湖 地的裂縫就在我們左右手方這樣 這裡這一條就是 現在要來看一個地獵之中的溫泉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們到了下一個景點 又是另一個大瀑布 在冰島玩呢 就是看各種的瀑布 而且冰島瀑布的特色就是 他們很多都是在一個平原上的裂縫裡面 感覺是因為地點的東西 在冰島玩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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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有什麼冰島的 這邊會輸入 要去的 要是我們522014 所以是冰島的 可以了 送完哦 我們現在來到了冰島的首都雷克雅維克 相對於前幾天來說這裡人比較多 然後整個城市風光呢 看起來還算可以啦 沒有到很漂亮的 沒有到很壯觀 但是算是一個城市吧 然後後面這邊呢是一艘船 聽說是當時維京人登陸的座的船 走開了下來 久了 記得幫助工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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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!既然教堂不能進去 我們就決定去逛街 現在是冰島時間中午11點半 那我們等一下有一個餐廳 它是12點才開 所以我們這邊先到處行逛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了雷克亞維克的海港 然後我們現在又是要吃海鮮大餐 等一下吃完之後會有今天最後一個行程 我們要去跑 Blue Lagoon 我們要去跑 Blue Lagoon 讓我們來et 出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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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泡完Blue Lagoon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藍色的溫泉 除了溫泉以外 它還有SPA、蒸氣室跟SUNA 戶外的 它還有敷一杯飲料 我們還可以用米漿敷臉 重點是我們有看到一點點的激光 還不錯 推薦 結束了冰島之旅 這是一個美麗又充滿驚奇的國家 有太多壯麗的美景 鏡頭只能捕捉其中的邊邊角角 有機會親自走一趟冰島 你絕對不會後悔的 降落冰島的當下 心血來潮拿出口袋中的手機 說要拍Youtube影片 很驕傲 自己撐過了三分鐘熱度 把每一天都記錄下來了 也感謝一路看冰島之旅 到最後一集的你或你 我們下次旅行見 我們下次見